三国时期,有许多名门王族,他们以地狱,血缘为根基,征战天下,建功立业。 其中最厉害的是佩国桥县,这个县出了一个名宫,带着九元大将,打下了大半个中国,建立一个国家。 这个名宫是曹操,那么他的九元大将分别是谁呢? 一代曹魏宗亲大将,曹仁,曹纯,夏侯敦,夏侯元。 曹仁,有天人之称,是曹魏宗亲八户旗之中的大将。 他是曹操从帝,跟随曹操征战一辈子,立下了无数的功劳。 他最拿手的防御,在曹操兵败赤壁之后,镇守江陵,抵御周瑜的进攻,长达一年之久, 为曹军养精蓄锐,恢复实力,争取了时间。 后来,在湘凡之战中,曹仁誓死守凡城,挡住关羽的围攻,令人刮目相看,是三国时期最著名的守城专家。 曹纯是曹操手下特种部队虎豹齐的第一任首领,也是最出色的首领,如在长坂坡之战中, 他带领虎豹齐身仙士族,并擒祸刘备的两个女儿。 在曹纯死后很长一段时间,曹操都是亲自兼任虎豹齐,由此可知曹操对曹纯的重视与信任。 曹红虽然贪财,但是对曹家忠心耿耿,多次救了曹操性命,也是曹家的中流砥柱。 夏侯敦是曹魏夏侯氏宗亲领袖,也是曹操最为倚重的助手。 他对曹操忠心耿耿,在魏公国建立后,主动上书希望曹操封他为官,已是忠于曹魏。 他为了曹操的大业,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,变成了残疾人。 夏侯元,他的老婆是曹操七妹,两人是莲金。 他作战常常出其不意,擅长千里奔袭,先后平顶昌西、徐和、雷旭、商药人等叛论。 其实,夏侯元最出名的战斗是在关隆地区,曾打跑马超、击败枪、敌等部落,为阵关有地区。 可惜的是,汉中之战,由于夏侯元不注意保护自己,太靠近前线了,被黄中西杀。 二代曹魏宗亲大将曹修、曹真、夏侯上。 曹修和曹真是曹氏家族第二代中的佼佼者。 其中,曹修是曹家的千里居,在汉中之战时,他曾识破张飞之计,大败乌兰,立下赫赫战功。 在曹丕驾崩后,曹修和陈群、曹真、司马懿四人一同接手一诏,成为四大辅政大臣之一。 可惜的是,曹修在石亭之战遭遇惨败,郁郁而终。 曹真是曹操养子,是仅次于司马懿的抗蜀名将,多次击退诸葛亮的进攻。 可惜的是,在不久之后因病去世。 夏侯上是征西将军夏侯渊的堂职,是曹魏宗亲大将中二代将领中夏侯氏的佼佼者。 他最出名的战绩是收服孟达,击败刘峰,夺取上庸。 然而,夏侯上是一个暧昧人,不爱江山的大将,他对爱妾非常宠幸,超过了正妻。 曹丕于是将夏侯上的这个小妾处死,夏侯上非常悲伤,从此精神恍惚,很久走不出来,并越来越终,两年后郁郁而终。 一个外姓将领,徐楚,徐楚是曹操的老乡,也是乔县人,这可能是他受到比其他外姓将领更多信任的原因之一吧。 徐楚刚刚投奔曹操,便被任命为都尉,护卫曹操左右,可见曹操对其非常信任。 尤其是在徐楚破获徐他等人刺杀曹操的案件后,曹操对徐楚更加信任了,将他的人身安全彻底交给了徐楚,去哪都带着他。 即使曹操睡觉,也让徐楚在外面守着,不离左右,三国之时常从事徐他等谋为密,以楚常事左右,但之不敢发。 四楚修夏日,他等怀刀路,楚之下舍心动,即环石,他等不知,入章见楚,大惊恶,他色变,楚爵之,即击杀他等。 佩国桥县不愧为三国时期最牛的县,这个县出了一个明君曹操,带着同样是出生在佩国桥县的九元大将征战天下,打下了大半个中国,建立魏公国。 当然,曹操最信任的还是亲朋好友,九元大将,其中就有八个是曹魏宗亲大将,第一代有曹人,曹纯,曹红,夏侯敦,夏侯元五人,第二代有曹修,曹真,夏侯尚三人。 只有一个外姓将领,这个人是徐楚。 感谢您的观看,请多多点击订阅按钮,打开旁边的小铃铛,您的点赞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